整年国际兴臣的湖南社区因为人口罗罗罗流 所以保军区域开始效应 跟政府环境保育的关联来落实 最近当地生态已经渐渐贵后 甚至可以发现一些保育率的动物 这几年湖南国秀两个社区 并当国际生态保育的核的活动 希望可以提升民众爱秀主人的意识 未来每天都可以选择生态和生态 以及生散三人的目标 我们这几年我们学校架了红外线摄影机 有看到白鼻心、中缩猫、食蟹蒙 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食者龟 南部闲都可以在马路上目击 野生动物基本上跟人家和平共处 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生物 不断的能够不受到干扰 而持续的一个扩大它的族群 除了有很多款动物组园 在三边的广顶还可以看到台湾地位的地物 延伸秋海棠 因为养家的新尊条件 所以素量是非常少 但也让我们看到当地丰富的组练心态 之所以稀有的原因是 它的生产环境必须比较严苛 第一个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坍塌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延替的过程里面 整个山壁或者是它直升的环境 必须要有比较大的变动 也就是坍塌完之后 其他的植物要在长过来之前再去坍塌 它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生存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心态如何爱好自然 但是刷毛是多的行动 营出这几年花南社区就结合下后 开始落实生活 心态以及生散平衡的理念 最重要的是我们居民跟学校之间的工作 因为一旦社区居民对于这一块 有相当的一个环境意识 如果被提升起来 那基本上这些动物的保存 就会相对比较好 这几年来 其实坦白讲也在减少使用 农药或者是除草剂的一个状况 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除草剂的减少使用 它其实对于所有的食物的 或者是动物的一个保存会比较完整 整个生态体系会比较完整 国家乡有山有水 心态相当豐富 好有心态困境这条路 虽然不是在地时间都可以达行 但还是驾向进海方向 相信你目标就已经不太犯了 记者叉上林 彩虹伯德